余太賢 你要不要先關一下麥克風 噢 好 好啦 那我現在 就是你們班 可能要三塊一點了 來 那我先來 分享一個畫面 那我要分享的是一個影片 沒有帶課本的沒關係喔 你就看這個 我們上次講到 這樣有嗎 沒有 那是這本單字 它是指 很極端的 我現在要點它一下 才按分享 我們現在開始囉 這樣有看到嗎 有 好啦 各位我們現在要來看第二段了齁 這個要注意喔 這個拼字是錯誤的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他說如果有任何事情有什麼東西喔 有任何什麼事是你想要你真的想要 accomplish accomplish accomplish就是達成或是達到喔 或是有這樣子的成就喔 如果什麼你真心想要完成的事情的話 then nothing 這個then是副詞喔 不是連接詞要注意 那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你去達成 stop somebody from doing 老師要把你的麥克風關掉 不然的話會有那個歡迎 喔喔喔好好 不好意思喔 那我 我應該在哪邊 我的麥克風 是我的哪一個麥克風 我的 左下角有一個關閉麥克風 左下角 老師你也跟我是一樣的嗎 我的應該是右下角吧 對 看起來有個麥克風的形狀 是喇叭嗎 不是 是在偶招在那個分享的那個上面 長得像冰淇淋的那個啊 我知道我知道 謝謝 Ctrl D 老師你成功了 好 ok 就是用法 阻止誰去做什麼事情的意思 這個是跟著stop來的用法 sto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他的意思是指去阻止某個人 ok 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 stop me from watching TV 阻止我去看電視 或是 to stop the disease from spreading 阻止這個疾病去傳播 這個用法是這樣子的 stop somebody from 這個這些詞 要注意一下 所以第二段的內容呢 可以知道說 欸 有一首歌 叫做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然後這個主題曲呢 通常在迪士尼的電影前面播放 或是遊行當中來演奏 然後它的核心價值就是說 如果你一心要追求夢想的話 in your dream 而且還有押韻呢 dream跟extreme 他說 If your heart is in your dreams no request is too extreme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段吧 Walt Disney's own road to success also serves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same idea as a young man he had a great passion for drawing and established the Disney Brothers Cartoon Studio at the young age of 22 though he met with a lot of failures and hardships and even experienced poverty he also believed he always believed that someday his efforts would pay off all he wanted to do was keep trying one day with a sudden inspiration he created a cheerful little character called Mickey Mouse which rescued his career and helped him build a kingdom that has woven dreams for countless people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sat Walt Disney who reminded everyone that his company had begun with a dream and a mouse how 那第三段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華特迪斯尼 他主要的 自己的成功之路 這件事情 on road to success success 那是名詞成功的意思 也作為 他成功的道路 這件事情 也當作 也作為什麼呢 serves as something 也作為一個最佳 idea same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same idea 這個idea呢 就是上面所講到的 這一個東西 就是 if your heart is in your dream no request is true extreme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還有 if you really have something to accomplish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stop you from doing it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的一個最佳例證 年輕的時候呢 作為一個年輕人 as a young man 這個as呢 是介系詞 作為的意思 或身為 身為一個年輕人呢 他had a great passion 過去是嗎 他對什麼是有 很強烈的熱忱的 had a passion for something 注意一下 for drawing 他對畫畫是很熱愛的 而且establish 創立了 ok kind of like the word found it 那注意一下 found本身 動詞原型 就是創立 所以過去式是 ed 跟發現那個字 不要搞混喔 創立了這樣子的公司 創立了什麼呢 迪士尼兄弟 卡通工作室 studios工作室 at the age of 在年紀 年紀僅僅22歲的時候 at the age of something 這個階級詞 at要注意一下 在年紀22歲的時候 他就創立了 迪士尼兄弟 卡通工作室 那 though he met with 這個 though 是連接詞嗎 就是 although 雖然 他遭遇到了困難 met with 是遭遇的意思 遭逢困困難 或是遭遇上的 遭遇什麼樣的困難 困境 a lot of failure 他這邊 遭遇到了失敗 面臨失敗 而且困難困境 或甚至經歷過了什麼樣的東西 experienced 也經歷了貧窮 畢竟創業各種艱辛嘛 有失敗 那資金鏈可能斷掉了 就會有困難 那就貧窮這樣 經歷了窮困窮苦 尽管他做了這樣子 雖然這樣子 他永遠都相信 一直都相信著 說什麼事呢 someday 某一天 未來某日 his efforts 他的努力呢 會有所回報的 會pay off 他一直相信這件事情 這個搭配字要畫一下 efforts pay off 就是努力會有所回報 或是什麼什麼東西 這個努力是值得的 這個努力是值得的 好 那幫大家把這個搭配字畫起來 I hope my efforts would pay off 我希望的努力呢 最後結果是值得的 OK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 繼續下去 all he wanted to do 這是課本的小小重要的一個小文法 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所有一切他想做的是 all he wanted to do 他想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這個來當一個主詞的概念 all其實就是形式上的主詞 所有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繼續努力繼續的去嘗試吧 這個東西就是主詞不語的狀態 他來補充說明這個他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繼續不斷的嘗試 還有繼續不斷的努力 好 某一天呢 one day 某天怎麼樣呢 with a sudden inspiration 突然 with 這個是個狀態 有著什麼樣子的東西 突然就 sudden inspiration 靈感乍現 靈光乍現 with a sudden inspiration 誰呢 he he就是Walt Disney OK he created 他創造出了一個 Cheerful little character 這個 Cheerful kind of like joyful happy 快樂的一個小角色 Character 注意一下發音 ch 他創造出一個快樂的角色 這個角色被叫做什麼 原本是省略了 a character which was called Mickey Mouse 省略掉了 所以他創造一個叫做 米奇 米老鼠 這樣子的一個快樂小角色 而他創造出了角色 這個東西 這個witch 來看一下指的是 他創造出角色這件事情 而不是只有米老鼠這個東西 因為他創造出了這個小角色 叫米奇這個角色 用witch來代替他 修飾的是整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他創造出角色這件事情 拯救了他的職業 在他的事業 而且這件事情也幫助他 建立了第二個動詞 原型 建立了一個王國 什麼樣的王國 這個王國呢 這個王國呢 已經編織了夢想 for countless people 那wove這個字 要注意一下 三態 we've woven 是編織出的意思 課本單字 絕對要注意一下 好 好 他已經編織 所以採用has woven woven dreams for countless people countless就是無數的 沒辦法數嘛 無數的 countless ok 所以他說呢 替無數人也幫助他 所以他說他創造出這個角色呢 挽救了他的事業以外 也幫助他 建立起一個無數人 替無數人編織夢想的王國 是一個很抽象的寫法 好 那接下來呢 他繼續說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如果你敢想 你敢做夢 你能做夢的話 那你就能實現它 所以只要有夢 就可以實現的意思 那 said walt disney 他這麼說到 而walt disney 繼續補充說明 who 就是walt disney 他提醒了大家 提醒大家什麼呢 he's company had to begun with 這個with呢 是以什麼東西出現的 以什麼東西開始嗎 所以to begin with something oh with a dream and a mouth 是一個夢 還有一隻老鼠開始的 在耳大人生當中創立出女老鼠之後 開始就是 風生水起啊 就是非常受歡迎這樣子 所以 他說他的公司就是由一個夢 還有一個夢 還有一隻老鼠開始的喔 那 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這裡用had to begun呢 因為他的原型 原本的動詞是reminded 用過去是 他要提醒大家說 他的公司當初就是這樣子開始的 更早之前 所以時間有先後的順序 在這裡很明顯 有一個先後順序的差別 所以在過去更早的一點 比過去在更前面的時態 我們就用過去完成式了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這裡才用了had to begun 所以他最後呢 說到如果你能做夢 那你就能實現喔 他提醒每個人說 欸我的公司就是 當初就是從一個夢 還有一隻老鼠開始的喔 那接下來來到第四段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Later animations by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such as Mulan and Zootopia delivered similarly inspirational messages In the movie Mulan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s of being female In a traditional Eastern society Mulan uses her wits to save her country While she is serving in the army Mulan overcomes many gender-related difficulties which shows us her dedication and never-say-die attitude Similarly, Judy, the cute little bunny in the movie Zootopia Faces challenges when it comes to proving herself Though she talks all the time about her dream of becoming a police officer Nobody takes her seriously Just like Mulan She finally manages to overcome all the obstacles along the way by springing into action and never giving up 好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第四段的部分 第四段開始呢 它就開始說 後來的動畫片 Animation 動畫片 或動畫電影 這個Later是指 這個形容詞 後來的動畫片 後來的動畫片 By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迪士尼公司後來的動畫片 像是什麼呢 一樣 有了兩個鬥點在中間 透過這個Such as 來舉出例子 例如什麼樣子的東西 Such as 這個Such as 在這個地方呢 可以換成like 這個介系詞 像是什麼 要舉例嗎 所以主詞是Latered Animations 動詞是Delivered Delivered 這個字在第二側的第七課 我們就 第一側的第七課 我們就學過了 White Envelope的那一課 也傳達了 傳遞了同樣的訊息 這個Similarly 為什麼會用副詞呢 因為Inspirational是形容詞 同樣的很令人激勵的消息跟訊息 所以詞性修飾要注意一下 副詞修飾形容詞嘛 也傳遞類似勵志的訊息 那這兩部電影 一部叫做Mulan 一部叫做Zootopia 花木蘭跟動物方程式 大家應該也是蠻熟悉的 In the movie Mulan 在電影 花木蘭這部電影當中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s 這個我們在第一課的劇情 我們也學過了 在The Heart of the Champion 這個是介系詞 表示的意思是儘管 對吧 儘管呢 他是有這樣子的不利的條件 或是儘管什麼條件呢 of不利的條件 身為of being female in a traditional 傳統的東方社會當中 大家應該知道 Mulan的故事嘛 國文科當中我們也有讀過 所以他說儘管身為在傳統 東方社會當中的女性來說 有這樣子的不利條件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 就是不讓女性去當兵從軍嘛 對不對 也是受到歧視的 也有一點點像性別的偏見 Mulan即使有這樣子的不利條件 他還是用了他的機制 wits 這個字 比較不值得 不是所謂的 智商聰明 比較像是可以隨機應變的 那樣子的機制 或智慧 他用這樣子的機制 去拯救了他的國家 大家也知道故事最後就是 Mulan拯救了國家 好 While she is serving in the army 這裡有while呢 很明顯是連接詞 意思是當什麼樣子的意思 當他正在Serving Serving in the army 這樣子的說法 Serve in the army 我們翻譯就會把它翻譯 意思就是從軍 Serve in the army OK 當他在從軍的時候呢 當他在服役的時候 Serve這個字其實在軍隊裡面的意思就是 服役 所以他在軍隊當中服役的時候呢 Mulan overcomes 他克服了搭配字 注意一下 克服很多的difficulty 他克服difficulty 難題 什麼樣子的難題呢 Gender related 它是一個名詞形容詞的 符合形容詞 Gender related 它的意思就是性別 關於性別的 那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呢 如果名詞後面加上了related 這個複合形容詞 我們就可以把它翻成 關於什麼的 那Gender是性別 所以它就是 它克服了很多關於性別的難題 Witch shows 一樣這個Witch呢 又是代替前面這整件事情 前面這整個是 說 While she's serving in the army Mulan overcomes many gender related difficulties 用Witch來代替她 告訴我們說 這展現了什麼呢 像我們展現了她的奉獻 跟她的努力 她犧牲奉獻這樣的態度 還有 Never say die attitude Never say die就是 永不放棄的意思 永不放棄的態度 還有她的奉獻跟努力 好 所以她說呢 這個Mulan她克服難題這件事情 向我們展現她的犧牲奉獻 還有她永不放棄的態度 接下來換了 到了一個轉折語 Similarly 就是我們所謂的Likewise 意思呢是同樣的 要舉述 說明同樣的例子啊 所以可以用那個similarly 這樣子的字 或是 In a similar way 用同樣的方式 帶出同樣類似的狀況嘛 同樣的怎麼樣呢 她說 Judy the cute little bunny cute little bunny cute little bunny 後面這一整個呢 都是同位於 所以兩個鬥點隔開 Bunny是小白兔 小兔子 所以那一隻小兔子 可愛的小兔子 就是Judy這個角色 在動物方程式裡面 就是這個角色 她的可愛的兔子Judy In the movie Zootopia Faces challenges 也是搭配字 面臨了挑戰 Face challenges 面臨挑戰 When it comes to 這個 When it comes to 就是 當提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涉及什麼樣子的問題 提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在什麼方面 When it comes to 這系詞 所以Proven 要ing 在證明自己這件事情上 提到要證明自己的時候 她遇到了挑戰 面臨了挑戰 什麼挑戰呢 大家如果沒有看過這個動物方程式的背景的話 稍微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動物方程式是一個擬真 把動物變成擬人化的一個世界 然後因為Judy她是一隻兔子 那兔子要在這個世界想要當警察的話 對於那些比較兇猛的動物來說 她感覺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威脅性或權威性 所以在這部電影裡面的警察的角色 可能是花豹啊或是水牛啊這種比較大型的 或是大象等等的來當作就是警察的角色 就是雖然是擬人化的動物世界 但還是按照動物世界裡面的模式來走 畢竟兔子誰要 兔子怎麼會有權威性呢對不對 所以課本裡面呢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Judy她雖然只是一隻小兔子 然後她在電影裡面也非常想要當警察 但是世界上 那個世界裡面Judy活在的世界呢 總是沒有人把它當一回事的 所以課本才會這樣子寫 When it comes to proving herself 她是遇到困難跟挑戰的 雖然呢 She talks all the time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Talks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就是always的意思 要注意一下 all the time 沒有s 但是後面 如果是at all times 就有s囉 要稍微注意一下 Talks all the time Talks about something 她一直都在講關於什麼 她的夢想 什麼夢想呢 Dream of becoming a police officer 她一直 雖然一直在討論 一直在講說 她要當警察 這樣子的夢想 一直提及這件事情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OK 一直想說她要當警察 但是 Nobody takes her seriously Takes somebody seriously 意思就是把誰當一回事 或是很認真的 對待什麼事情一樣 沒有人認真對待她這件事情 Just like Mulan 這個just like 開頭 就像什麼一樣 就像花木蘭一樣 She finally 最後 終究還成功設法怎麼樣 成功設法地去做到這件事了 成功做到什麼了 Manage to overcome all the obstacles obstacles就是 困境 好 所以她 或是障礙的意思 所以她最後成功設法的 克服了所有的障礙 Along the way 這個Along the way 在這裡是在過程中 一路上的狀態 原本的翻譯 沿著路途嘛 所以在這裡是指過程當中 在這過程當中 她最後還是成功設法的 克服一切的障礙 另外藉由什麼樣子的方式呢 透過buy 這樣子的解析詞 藉由迅速行動 Spring into action 就是迅速行動 And never give up 藉由這件事 還有 Never give up 所以這個give 才會ING 變成了giving 所以這就是第四段的部分 可以知道 她舉例來說 除了華特迪斯尼本身 她的成功之路的 到例子是這樣子以外 就第三段的部分嘛 第四段呢也是 她直接舉例了兩部她的電影 花木蘭還有動物方程式 裡面的角色 木蘭還有Judy這隻兔子 他們的角色都是 在面對外在的困境 還有劣勢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樣堅持夢想 然後努力的行動 不輕言放棄的 所以最後達到他們所要的喔 電影的角色 最後那個動物方程式啊 也是Judy就當上了警察喔 好那最後一段呢 來進行一個算是總結的部分 Walt Disney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was built upon the dreams of a young man 上面的 這個 upon呢 其實就是on的意思喔 建立在什麼上面喔 它建立在什麼之上呢 The dreams of a young man 一個年輕人的好多夢想上面喔 而Judy去告訴大家 In turns呢 在這裡是 而怎麼樣 Judy去做什麼事情喔 因為有前面這件事 而In turn Judy呢 他告訴我們透過什麼 Through its inspirational movies and songs 其實呢 原本的句子是 他告訴了我們這件事情 那是什麼樣的方式 告訴我們的呢 所以才把這個through 這個片語移到前面來補充說明喔 他透過他們這些激勵人心的電影 還有歌曲 Inspirational Right? Movies and songs 喔 華克迪士尼公司也把他的夢想喔 承載在他的電影 還有歌曲裡面 要告訴大家這個訊息嘛 Never give up 這件事 喔 所以他說呢 迪士尼公司是建立在一個年輕人的夢想之上的 而Judy透過他很激勵人心的電影 還有歌曲 來tells us that we can make our dream come true 這個make在這裡是十一動詞 所以come true 這邊才會原型喔 夢想會成真 那這個true呢 在這邊也是來強調用法而已 我們也可以這麼做 不然其實可以最後再放逗點true就好了喔 所以剛剛如果有仔細聽的話 你可以聽到我念的是 It tells us through its inspirational movies and songs that we too can make our dreams come true 在這個地方會做小小的停頓喔 就是我們也可以 我們每個人也都能實現夢想的 What we need to do 最後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總結 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呢 What we need to do 這個what是我們要做的事嗎 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樣 又是主詞不語的結構 Wish upon a star and put every 所以原型動詞 原型動詞 來當作主詞不語 來修飾這個主詞 告訴我們說 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 向星星許願吧 這個Wish upon a star 又是用了一個雙關的方式 向星星許願 那就是那一首歌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Pinocchio在一九四零年的那首歌的 就是歌名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向星星許願 也就是有點像是 就產生夢想嘛 至少要先有夢想 然後最後呢 put effort into something put effort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努力的去做某件事情 努力的去做什麼 那這個put呢 其實可以換成另外一種說法 你可以說 is to make effort to do something OK 努力的 努力去做什麼 所以put every possible 這個every possible 就是盡一切可能的 一切可能的什麼呢 努力 所以在這邊呢 語氣上我們會把它翻譯成 你要盡一切可能的努力 去fulfill your dream 也是一個搭配字 fulfill dream 或是realize 還記得嗎 在這個單字的時候 realize once dream 都可以是實現夢想的意思 他說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對著心心許願 而且盡一切你可能的努力 去實現你的夢想 那這就是課文最後的部分了 那這一課很明顯的呢 他整個文章的結構 配合著reading strategy 就是這一課的閱讀策略 就是在這個主題上 一個主題裡面呢 其實訂完主題之後 有很多的例子 examples 來呼應這個主題 或是呼應這個 課文的核心價值 所以 這是課文的這個reading strategy 就是閱讀策略的話 就是要跟大家說 在每一個文章它的架構 主要架構以外 main idea 主要的論點或是架構底下呢 要言之有物嘛 言之有理這件事情 所以透過例子的舉例 還有例證呢 會讓大家更 讓你的論點可以 有點像是更基礎 更穩固的意思 有一個這個很好的範例 所以這一篇呢 主要的main idea 就是 pursue the dream right? pursue your dream 然後還有 pursue your dream的過程當中 never give up 而下面它就有 華特迪士尼本身的 Disney 然後Walt Disney 然後還有Mulan 然後還有Zootopia 這樣子的例子 去告訴大家說 欸 就是迪士尼的歌曲啊 然後還有創辦人 還有動畫 這些 這三個東西是怎麼樣 傳達這個訊息 never give up pursue your dreams的 然後最後再來進行一個 conclusion做收尾的部分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 比較好一點點的這個 算是一個論說文 然後這個裡面呢 這些部分就是我們所謂的 supporting details 來支持你這個論點 pursue your dream 跟never give up 這樣子的關係 在讀過之後應該可以再看 回來看大結構的方向 也可以透過課本後面的這個 graphic organizer 在後面這個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喔 Example 1 Example 2 Example 3 一個就是 我們的 就是歌曲 然後 迪士尼的創辦人 然後還有 就是 動畫作品 怎麼樣共同 都是要傳達 所謂的訊息 never give up pursuing your dreams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的喔 那這就是這一課的課文講解啦 你看 main idea 這裡也是有寫到的喔 never give up pursuing your dreams 好 那這就是第五課的講解 我們下次見啦 那關於剛才的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黃子誠跟張誠都好散喔 那我現在要針對他剛剛講的東西做一點補充 欸糟糕了 我又不知道我該怎麼 我現在想要分享我的內容 我的桌面的內容 下面有一個地方是有個分享畫面 對 下面有一行有個分享畫面那個 對 可是他我這樣一點他說 你是不是要停止分享螢幕畫面 你要先停止你現在分享這個 喔喔好我要先停止 然後我才能分享別的是不是 對 謝謝 那我現在要分享我整個畫面 然後按分享嗎還是取消 欸說欸我剛才沒聽到喔 欸現在需要什麼方法 欸等一下我是要分享我的整個畫面 那就按分享然後點開來不是有你的整個畫面 就是可是現在變成是全部的人在裡面 我現在是想要分享我的資料給大家 那我先幫你們好最小話喔 然後我分享一下 這個部分你們有沒有看到 沒有欸 不是我是想要分享我的 分享整個畫面 分享整個畫面好 那我去分享 喔我乾脆在這邊弄好了 我是要分享那個這個部分 有看到嗎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欸 那我應該怎麼做 就是我要分享他剛才客文講解的那個 那個 的部分 所以老師你是要分享檔案嗎 對我要分享我的 word的檔 那請你這邊不能用 你要直接去用那個 然後直接上傳 上傳可拉之人 然後我才能看到 這是 Google Me 沒辦法 喔我要到 Classroom的地方 然後呢 上傳 你應該有辦法就是可以上傳 不是不是 可是剛才我可以欸 還是先把檔案點開 然後按分享可以嗎 就是把檔案點開啊 對我剛才是可以 就是 抱歉那個我又多了一個 老師你那個是螢幕畫面吧 螢幕畫面跟檔案分享是不同的東西 老師把自己靜音了 不是不是 我剛才 就是在用錢單的時候 可以直接 分享那個 大魂超重的 阿這個不要試試 老師你應該是分享到聊天室吧 你試試看能不能打那個檔案拖機聊天室 檔案聊天室 好慘 不好意思 老師你可以先把自己一個刪掉 欸對了老師可以 好像可以付到聊天室 好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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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同學跟我說是直接分享 直接分享 那我用單個視窗看看 我要分享的是這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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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既磇有看到這個嗎 有 對 我现在要跟大家补充的是这些 你先看到105页 第二段 第一行 Surfess 叫做担任 例如像的Young Lady Surfess Our Spotsman 这位年轻的小姐会担任我们的发言人 那Surf 还有别的意思 例如 The waiter will serve us 这个Surf是服侍的意思 那如果你用Moulin Surf in the army 就是木兰重军 再来请看到 第二十行 二十二岁 叫做at 22 有这几个写法 at age 22 at the age of 22 when somebody was 22 years old 接下来看到 pay off的用法 他刚刚也有讲了 那pay off原来的意思是 父亲把它付完的意思 He finally paid off his debts 他最终付完了他的欠债 那your hard work will pay off 你的苦 努力 最终会值得的 when you are admitted to your ideal university 当你被允许获准入取 你的理想大学的时候 这个pay off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值得 接下来看到 106页 这里有讲说 Countless people 他的梦想王国 他的梦想是为了 无数的人 Count版是数 然后less就是 不可数 是因为多到不可数 那这个字可以换成numerous 很多的意思 下面一行 remind的提醒 那他的句型是长这样 remind somebody that 加几句 提醒某人后面这件事情 例如 please remind your classmates that 这里我漏了一个字 这里我漏了一个字 叫做they 要提醒大家 they need to go on to online classes starting from today 从今天开始 要线上上课了 那这边可以小写 接下来看到那个 begin with 他的三态 begin, began, begun with 就是以什么为开头 例如 the movie began with the wedding 这部电影 他的场景是以 婚礼开始 下面一段 第三十行 第一个字 later